位置上面其實有非常多的對流系統 從衛星雲圖這些顏色 比較是白色以上的區域 這些就是對流發展比較旺盛的地區 未來一週一波波封面 接力報導 週三 週四兩天 是今年梅雨季第一道封面來臨 雨勢將會最為明顯 白天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午後熱地的作用 可能局部 局部地區的對流 可能會被增強 到了晚上 可能才會真的感受到 比較趨緩的降雨 接下來對流系統逐漸往西移動 臺灣也會受到一波波雲系 影響天氣 週三週四梅雨季 首到封面來臨 降雨 集中西半部宜蘭花蓮 澎湖金門地區 也要特別留意 短延時強降雨的情況發生 週五東北季風減弱 溫度雖然回升 但水氣人多 東半部和西半部山區 要小心局部短暫陣雨 週六週日天氣轉為穩定 不過西半部東半部 午後雷陣雨 影響範圍 還是相當廣 下週一以後 下一波封面又來臨 天氣再轉為不穩定 梅雨封面是還要再配合上 就是比較大範圍的西南風 影響我們 接下來 因為持續進入比較梅雨季 所以各方面比較容易 發生的條件 也許可能會出現 到禮拜五水氣偏多 北部低溫 可能來到二十度到二十二度 左右 下波封面 預計週一週二最為接近 除了要嚴防大雨 梅雨季來襲 也要注意天氣劇烈變化